关于王一博要和六姐妹搭档的传闻,很快就被王一博的粉丝给否定了,而且王一博也不是一次两次出现在公众面前,可见他现在的人气有多高,现在的娱乐圈是不是太缺少关注度了,哪有天天让王一博演那么多戏的,那叫一个,那叫那个,那叫个不停,为了给自己的想说增加人气。 他可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,但是结果往往都不尽如人意,这一次王一博要跟杨子,赵路斯搭档,而且是一部以女主角为主的电影,这样的剧情怎么看都不像是好东西。 众所周知,王一博已经进京了影视行业,正在筹备一部艺术片《人鱼的拍摄》,就算是新的一部也要等到《人鱼的杀精》之后,再开拍。 而且大家都知道,成儿是一个很细心的人,他会将所有的细节都考虑进去,所以《人鱼的拍摄》也是一步一步的进行着。 与此同时,成儿也和王一博一起,四处拍摄《寻找新的灵感》这对王一博来说,也是一次特殊的经历可以让他体会到影视的魅力,也可以加深对这个人物的理解。 事实上,王一博的计划非常明确,这么多年来他和他的合作已经非常的默契,他的选择也非常正确,不会急于求成而是选择了一条稳定的道路。 他就是喜欢这样的明星从来不会浪费自己的人气,头脑清醒,对自己的事业也很有信心。 尤其是最近王一博进军影视行业后,他的三个角色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无名王一博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,涉猎获得了金鹿奖男二号的提名,长空获得了媒体最受欢迎的男一号。 这一切都说明,王一博在电影的票房和观众的支持下,获得了巨大的人气。 所以我们每次见到王一博,都会被人提起归根结底,还是因为大家都很喜欢王一博因为他的名气大,所以很多人都会跟着他一起出名增加他的人气。 可以说王一博走到哪里?就走到哪里,他就转战影视行业。 一年三部戏,每一次都有奖项和奖项入围,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震动。 很明显,王一博就是嘻哈的代表。 提到街舞,他就是整个中国的嘻哈文化的代表,也是一个转折点。 在体育界,王一博可以说是亚洲第一人,也是最受欢迎的明星之一,获得了极高的曝光率。 为亚运会演唱了主题歌,又为街舞做了宣传。 连续201年登上了奖排排行榜。 在香奈儿的巴黎秋冬秀中,王一博就是国内最耀眼的明星。 成为了世界顶级的杂志分面男主角,与一张亚洲脸世人,忽然很想说娱乐圈里有王一博真是太幸福了。 这样的明星越多,对我们的影响就越大。 我们国家的文化也离不开王一博这样的艺术家。 别总想着炒作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,还是拿出你的成绩来,用你的专业实力来证明你。 你还怕没有人爱你吗? 我们下期许多,谢谢大家推测。